大概在下個禮拜 就會有比較清楚的一個初步的結果 也就是對於直接原因跟間接原因 我們大概就會比較清楚的把它呈現出來 然後再來研議未來的改善的對策 目前已經做了資料的收集 並正在進行資料的交叉比對 譬如說我們去訪談相關的人員 包括駕駛在內 然後還跟這個地檢署這邊他們扣押的資料 必須來調閱來互相的解讀來比對之後 那麼來做確認它的到底問題處在哪裡 原因是什麼樣 那我們這個禮拜大致上會完成這個部分的工作 那麼大概在下個禮拜 那麼就會有比較清楚的一個初步的結果 也就是對於直接原因跟間接原因 我們大概就會比較清楚的把它呈現出來 然後再來研議未來的改善的對策 我們在下個禮拜會 感谢观看